大家可能不太听得慣指数这个Term 那其实呢 这个这么fancy的名字呢 就是我们平时讲的次方 二次方、三次方的那个次方 那很简单 它就是讲一构数 它们如果连乘多少次的话 它就会得出一个答案 例如-5的三次方 也就是等于-5乘-5 就将-5乘以三次的话 就会得出一个答案 就是-125 那这里顺带一提 那一个负数呢 它的基数次方呢 那又是出负数的 那它的偶数次方的话 就会出正数的 那因为负负得正 那刚好这个负好的数目 又是偶数的话 那所以负负得正全部cancel 就变成正数了 那... 这里都是讲一些 比较fancy的名字 就是说 上面这一个呢 次方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指数了 那下面这个呢 那就叫底... 底数的 对了 那... 英文就是base 一个就是index 那... 那... 那这次呢 其实主要就是想说 一些... 和index有关的定律 就讲这个次方 有时遇到一些... 比较奇怪的数学 当然应该会怎么处理的 那... 包括... 有... 以下这几条啦 那第一条呢 就是... a的m次方 乘以a的m次方 等于... a的m加m次方 那... 举个实例 大家应该要容易理解的 例如... 5的3次方 那... 这个数... 乘以5的2次方 那... 很简单 你只要把它炸开它 5的3次方 就是5 乘以一个5 再乘以一个5 那... 那... 另外一个呢 就是... 2个5哦 那... 很容易... 你只是这样数你 就已经知道 1,2,3,4,5 有5个5啦 就变成5个5次方 那... 这个... 5呢? 这个5呢 不是巧合的哦 不是巧合出现 因为它是... 刚好等于... 5的3 加2次方 那... 这个5呢 就是由这个3加2出来的 好啦 那下一条呢 AM over AN 就等于AM-N 那... 又是用这些... 5,3,2 来一个例子啦 例如5的3次方 over5的2次方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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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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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的1次方 又是那句,这个数其实不是巧合出来的 这个数怎么来的呢?就是上面的index 3-2回来的 没错,3-2就是这个1 再继续来这个am 整个东西的n次方 会出了什么呢? 就是am乘以n的次方 那又举个实例 例如5的2次方 这次有3个 5的2次方 那就是有2个5 and then 这个括弧里面的这些东西有3个 那简称 3个就是它自成3次 那就是将这个括弧复制3个出来 所以复制2个,连同自己 有3个 那你一看就知道 一、二、三、四、五、六 有6个5 等于5的6次方 那这个呢,就是由5 上面2乘以3得回来的次方 看着绿这个6 6等于2乘以3 就是这样来的了 那下面这两个呢 就比较简单一点的 纯粹就是 好像你以前这个 乘法的分配率那样 例如 你这个A乘以B加C 那它呢 A就会分布了下去 那就变成AB加AC 那这个就是说 外面的次方呢 都可以分布下去 如果里面是乘和除的话呢 那它又会分布下去的 那大家可以找些例子 例如今次是5乘以3的2次方 那就等于5的2次方乘以3的2次方 那然后下面这个例子 都是很简单的 都是这样做的 你随便继续一个 例如5 除以3 整个东西的2次方 那就等于5的2次方 over3的2次方 那今次呢 就讲了这5条 关于 indexes的law 那下次就会再讲 其他关于indexes 再多一方面的东西 深一些层次的东西 那下次再继续